哈喽兄弟们好 我是镇远行小李 今天咱们聊一下这个 松田居男的钢材的这个问题 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个SPG2的玩具 然后有兄弟留言要到这看啊 这是正式器用三腰缸了吗 我说没有停产 他说OU31缸啥时候复产 我就没回复他 我就私信给他了啊 我说这个OU31 他就没有停产啊 他一直是在生产 但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坊间有留言 就是说这个OU31停产了呢 就跟我们石家庄疫情一样 我是石家庄人嘛 石家庄前段时间不是疫情吗 我们确实是停工了两个月 对吧 我确实是镇远行有两个月不干了 那我们就倒闭了吗 这不是 这不对的啊 那疫情结束之后 我还得上班 还得吃饭啊 对不对 那我继续干就行了 OU31这个刚才呢 也是这个情况 松田居男他呢 用这个OU31 因为他做的刀做的很少 他一年也就 一千多把的那个量啊 他不会去囤太多的钢材 因为我去他工厂很多次了 我没有发现他有大量的钢材囤积 所以呢 他这个钢材肯定是 他 这个月啊 要计划做多少刀 他会向钢厂定多少刀 这个月计划做多少刀 他会向钢厂定多少刀 大概应该是这么个流程 因为OU31这个钢材啊 他属于这个小钢种 属于定制钢材 对吧 你没见别人用过OU31吧 他就是松田居男自己开发的一种钢材 就是专门给他定制的 也就是说是某个小钢厂 日本的某个小钢厂 给松田居男定制这个钢材 然后松田居男找他拿 但是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呢 这钢厂暂时呢 就停业了 所以他有那么一段时间 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已经恢复了啊 没啥问题了 证据在这里 我跟松田居男这边聊天啊 跟他们业务聊天 我说我想下订单 OU31的 他这边说了OU31 没有毛病啊 很正常 4月17号 19号的事 很正常 没有毛病 所以这个产品的话 他是有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 松田居男他有哪些啊 这个就是OU31 关于OU31呢 大家其实有一些 想法 就是说这个东西 生锈啊 怎么乱七八糟 很多问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U31的 光谱的分析 这是我打的光谱 大概几百块钱 打这么一个光谱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边的化学元素啊 这是碳含量 碳含量百分之零点八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个含量 个含量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的个含量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有一定的防锈能力 因为不锈钢它是一个概念 不锈钢的概念就是个含量 超过百分之十二或者十三 就叫不锈钢了 所以说呢 它百分之八的个含量 相当于有一定的防锈能力 但是并不完全防锈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1095高碳钢 它的个含量是多少呢 是零啊 只要是109510601055 这种系列的钢材 个含量全部都是零啊 所以它是非常容易生锈的 金属所有化学元素中 只有个是防止生锈的啊 个含量越高就越不越不会生锈 我们比如说这个M390 为什么称之为神钢呢 就是它各方面的性能都很好 而且防锈也很好啊 就是它的个含量是比较高的 大家可以查一下M390的光谱的呃 参数就是它的金属成分 OK 我们现在来聊一下更重要的 钩 CO是钩 钩含量高达3.6% 这个就是松田居南 OU31这个神钢神在哪里 就是因为它添加了钩啊 钩 乌 凡 这三种钢 这三种金属成分 都是让钢材变得更牛的 更牛的一种东西啊 呃 这只有添加了这三种钢材的 这个钢种 它就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钢材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些很变态的钢 很性能的那种钢材啊 比如说前段时间咱们看的那个 C81的那个Maxment 硬度能达到69啊 那个就是它加了乌啊 乌 钩 凡 这三种都是非常厉害的 比如说ASP60就是添加了凡 这个金属成分 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 我们来继续来看这只啊 这是M390 松田居南的M390版本啊 它现在只有两款做M390 这是第一款叫若夜 接下来它还有一款 还没有到国内 我是拿到首批的圆形版本 我跟松田居南是有协议的 它的所有的圆形版本都会优先给我 什么叫圆形呢 就是这把刀做出来样子之后 第一把就是圆形啊 它的圆形的话大概会做两到三把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圆形在欧美市场上也是非常常见的 圆形刀收藏价值也是最高的 这只呢是OUS OUS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刀背 有一个黑线看到没有 这黑线就是OU31 两侧呢是AOS6 这样子它有什么优点呢 就是它的防锈能力会非常非常好 AOS6大家都知道啊 那个个含量就比较高了 就完全隔绝生锈了 而核心钢呢用了OU31 它的硬度啊 韧性啊保持性啊都非常好 同时呢也避免了呃 那个生锈的问题 所以它更适合户外来使用 这是OUS的版本 这个是第二 第二版本呢 第二版本的话 这个大家会觉得 第二太次了呀 宋天聚呢 这么牛的牌子 这么好的手工 为什么要做第二的呢 这个大家就有所不知了 这是国情问题 实际上第二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刚才啊 呃 如果你是一个实用派的话 如果你买到正品的第二的玩具 你可以去户外随便的走 随意的玩 即使是你是花几百块钱 买到一个第二 只要它是正品 去户外用一用 你就知道了 这个刚才真的是无敌的好 第二的刚才呢 就是为了出口美国啊 老美就认这个 你说你OU31什么东西啊 什么玩意儿 我不知道 对吧 你小钢肠的东西 再一个 本身亚洲文化 包括日本人啊 亚洲文化整体来说 在美国文化面前 就是狗屎 就是你再好 我都不觉得你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你好 我也不觉得你好 就整体的西方文化 他还是觉得他那个东西好 实际上第二跟OU31比的话 肯定是不如OU31好 但是美国人 他比较认这个第二 但是说到中国的产品啊 就是国内的玩家 绝对是不接受第二的 就是因为洋江有一些假第二啊 他用这个三落的钢 五落的钢来冒充第二 实际上他根本达不到第二的一个优秀程度 大家一定要买一个便宜的第二的钢 去户外用一用 你就知道了 这个刚才真的超牛啊 很好用的 停进者用了那么长时间 他这个东西是有他的科学性的 包括卡巴啊 OK不说了 说时间太长了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SPG2 SPG2的话是所有宋田局南使用的钢材里边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啊 因为咱们现在 现在快三万粉丝了 你说点啥 如果太太一定的话 就老有人各种角度来diss我 所以咱们只谈我的感受啊 这现在这个账号改名了 叫镇远航小李 我不代表公司了 我就代表我小李个人 我觉得SPG2是最好的 为啥呢 这个钢材呢 它叫SG2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啊 国内有一些钢材商 把这钢材引进到国内了 这钢材非常的贵 而且这个钢材它很漂亮 克里斯里夫的那个大马士哥 也很漂亮 对吧 雨滴轮的 波浪轮的也很漂亮 但是他那个大马士哥呢 生锈 这个是不生锈的 而且SG2这个钢材 它是一个大钢厂的东西啊 张尔巴掌大钢厂生产出来的 非常优质的粉末大马士哥钢 它的性能要完爆 其他的所有的大马士哥钢 这个你可以随便去比 粉末大马士哥钢 跟那种碳钢大马士哥钢 是不是一个概念的啊 比如比 就说这个克里斯里夫为代表的 就是美式的那种大马士哥 碳钢大马士哥很漂亮 但是他并不是粉末的 所以现在美国有一些好的那个钢材 它的核心钢 就是大马加钢 核心钢做成粉末 两侧那大马士哥华尔文 还是那种垃圾钢 这是有理论作为这个支撑的啊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粉末钢一定要比碳钢好的 从它的加工方式就决定了 苏年军团的葛式打磨 让这个钢材发挥出了 它最漂亮的纹路 其实这个这玩意几千块钱一买过去 你真的舍得用吗 有几个人用的 没人用 就是看 而SG2的钢材 它就是漂亮 是真漂亮 所以我个人呢 是比较喜欢SG2的 再一个SG2 它在它的制作里边是最少的 SG2的版本是最少的 OUS的话 有几个款式是固定用OUS的 这是出于它的使用用途的考量 宋天巨男会给一些实用的型号 用OUS 就是在户外来用 然后有更好的一个防锈 然后第二的话 有一些出口版本呢 会用这个第二 M390就是一些尝试 最最最主要的 占70% 80%的 还是OU31 OU31 大家不用担心停产 没有停产 这玩意还又不是黄金 你踩不出来了 你想做多少 做多少 对吧 OK 今天视频就聊到这 又聊时间长了 大家想看什么视频 欢迎跟我这个互动啊 我看到留言啊 评论啊 就会回复大家消息 反正视频都是我拍 想看啥 我拍啥